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朗 今天這段影片是全VO 因為我想給Frankie一個驚喜 這一天我和Frankie 去到西環這邊拍拖 我選了一間西班牙餐廳 其實我很久以前 都來過這間餐廳 食物都真的不錯 這間餐廳很受外國人歡迎 而不少人都喜歡在這裡慶祝生日 有什麼特色 看下去就知道了 它有個weekend半放題 他們的brunch set是包了五樣小食 還有兩樣任食的主菜 還有一個甜品 千尼五款大巴士 就有些cocus 好像伊比利亞火隊和煙燻肉 伊比利亞黑毛豬是國寶級的名物 主要吃醬果 所以它的肉味香濃 被譽為豬肉界的帝王 如果大家在外面買這些羊 都絕對不便宜 再來這個就是俄羅斯沙律 配油封沙甸丸 再加一點西班牙辣椒 俄羅斯沙律最主要材料就是薯仔 加碗豆、雞蛋、蘿蔔等等 軟吃起來的感覺都挺新鮮 另外有個炸薯餅是menu之外 中間加了一些煙肉 味道也不錯 之後再來兩款前菜 就是辣肉腸和蒜蓉辣椒蝦 除了它的蝦肉質煮得比較滅 其實它的汁是煮得很出色 以為點麵包簡直是一流 這個就是雪梨酒 穿西班牙辣肉腸 哇這個真的扣分 因為它太鹹了 這個brunch的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兩款最Signature的主菜 可以無限追加 之後就來到這個西班牙海鮮大鑊飯 不要看它好像薄薄一層 但其實它的份量也挺多 而且它也挺濃味的 其實我之前來這間餐廳 我最喜歡這個飯 但它的確比以前煮得沒那麼出色 但加了這個brunch 平時幾百元的菜式 現在就已經可以無限添加 算是很划算的 其中一個我最喜歡的菜式 就是這個萬煮烤魚豬 因為它真的非常之嫩滑 入口即溶 再加上少許脆皮 甜品時間餐廳 馬上變成生日音樂 這支這麼特別的煙花型蠟燭 我覺得第一次在餐廳看到 Frankie的樣子是呆了 這隻蠟燭真的好可愛 我想女生會特別喜歡 都看到其他桌子 有人帶女朋友來慶祝生日 這隻蠟燭 賣相就扣分了 但味道也算是不錯的 尤其是雪巴的美味 真的很香濃 這一餐每個四五百元 沒有任何surface charge 剛剛跟她慶祝完 生日了 吃了那生日飯 所以我們現在去西環海邊 逛逛逛 這裡有個很有名的公園 叫鑽山洞公園 叫鑽山洞公園 叫鑽山洞 山洞是好像叮叮裡面的水館 我們等一下就去打卡 西環這邊的景色很無敵 沿著海邊散步 吹吹海風也很舒服 沿著海邊一路走 左邊就是複食品批發市場 右邊就是無敵的大海景 沿著海邊一路走 沿著海邊一路走 沿著海邊還有打卡位 好搞笑 你看 有這些 我也不知道這隻是什麼 沒有見過 但很有趣 前面有一個打卡位 粉紅色的貨櫃箱 還有就是剛剛我說的鑽山洞公園 一些好像叮叮的大水館 其實它是藝術工作室 之前星期六日 他們都會舉辦親子工作坊 附近還有一些3D打卡位 附近還有一些3D打卡位 不過最想看的多 夢大水館就沒有開了 除了家長小朋友情侶 這裡還有一些空曠位置 適合帶狗狗過來 一定會不會 有itives 你們都會看到 有些空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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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容易 那遊行 沒有不可 無論是每天 聽到網項 Então 會拿活動 啊 哈哈哈哈 遊行 随着长廊一路走,就会走到西环海中心公园 里面都分了几个区域 有一些海洋主题的游乐场 有垂钓区 又有些休戏草地 最后这个位置有一家士多 也有不少小食 还有特饮 我们就同心大爆发买着泡泡水 趁着这里风大不用自己吹 如果有时间,大家不妨在这里看日落 虽然现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开 但其实香港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公共空间给大家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留言、赞、分享和订阅 打开小铃铛 下次有视频就会收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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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